我们突然把它变成了一个娱乐的焦点 是希望人们关注这件事 如果它不是马云 我们要推动一个中国文化的产品 去进入全球跟全世界分享 以及走进奥运 那是要多少钱去marketing啊 双十一晚会 你这样一个爆炸点 我争取了三年 三年才拿争取到那个晚上 就干了一个传播 所以 它不光是钱 钱是一定有关系 最主要是杠杆的资源 整个的跳动 因为马云参加了这个电影 就全球的话题 不是光中国的话题 他就拿钱都衡量不了的 这个影响力 所以其实真的是需要 更多的这样的人群 远远超过了 经济本身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必须是一个综合力量 的扭动 那个是对武术是一个 对中国文化是一个 无价的东西 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变成说有钱人任性 我一直说你任性 首先如果你拿钱砸了这帮演员 这帮演员为了八个亿或者五个亿 就拍了这个电影 叫你有钱任性 这帮人没拿钱 一分都没拿 他跟有钱没关系 有钱没钱没关系 因为这帮人就说 你有这个梦想 我也有这个梦想 我们一起做这件事 西方的财经媒体说 这人疯了 拍影了 这个东西就整个媒体版面 差不多每个版面都可以看到 这个news了 所以这个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所以稍微在社会上有经验的 就是知道经营的这个角度来看 马云这个推土机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 特别是他喜欢太极 这种疯狂的这种推动的这种力量 完全超越了金钱 梦想是超越金钱 梦想是必须价值的认同 因为我们很渴望传递的是 中国太极传递的这个思想 叫健康和快乐 所以马云他更关注的是 健康快乐这一块 我更关注的是项目进奥运的一块 有时候我们俩还在辩论 就是分头走 因为健康快乐 他认为奥运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奥运是一种精英最高的一种技术 技巧的东西 但是普罗大政 这个他觉得更重要 所以我们俩情况还有时候 有点不一样 我们说那更好 因为都一样也有差异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走不了 进不了奥运 有个十年 现在应该到2028 十年 十四年 十八年 二十二年 没有进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再回来探讨的时候说 哦 因为这俩人的梦想 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亿五千万人练了 已经是十五亿人玩了 而且年龄段不断的足年的下降了 已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成事这个游戏了 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成功 也是另外一种很好的 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实现 所以阴阳两步 我们俩分头打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合力去推广 我觉得梦想永远是要有的 对吧 万一实现了呢 永远都知道 万一实现了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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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